随着AMD发布会的临近 为了能够保证RX6000系列显卡的空前热度 AMD最近也是动作频繁 不仅曝光了RX6000系列的各种性能规格 其在Steam上的市场占有率也迎来了新高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BeaconNavi核心 现已有了实拍照片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吧 据供应链消息称 目前用于AMD全新旗舰的BeaconNavi核心 也就是RX6900系列上的Navi21核心 也有了实拍图 根据照片显示 虽然抹去了各种标志和参数信息 但依旧可以看出Navi21的尺寸庞大无比 粗略计算面积应该有536平方毫米 和之前预测的505平方毫米还算比较接近 作为对比 上一代旗舰RX5700的Navi10核心 面积仅为251平方毫米 而RX Vega64的Vega10核心面积 也不过495平方毫米 除此之外 如果与老黄的RX30系和20系对比 RTX3090和3080所采用的GA102核心面积 已经达到了628平方毫米 而RTX2080Ti的TU102核心 更是达到了754平方毫米 至于RTX2080的TU104核心面积 也有足足545平方毫米 与BigNavi几乎一样 但需要知道的是 由于每一代核心的架构和采用的工艺不同 核心面积的大小并不能直接代表性能的强弱 所以大家看看就好 不必较成 另外由于BigNavi是一个标准封装核心 周围并没有整合封装HBMR 所以在显存方面 肯定搭配的是GDDR6 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控制成本 在其他方面 根据之前汇总的消息来看 RT12架构的RX6000系列显卡 将包括多个型号 从高到低 依次为Navi21 Navi22和Navi23 分别对应的是RX6900 RX6800和RX6700三个系列 也有消息称为了和上一代保持一致 AMD或许会推出RX6900 XT这个型号 预计将搭配16GB GDDR6显存 不过也不排除会有20GB显存的可能 除此就把外面侯测案子表示 AMD为了给这款RX6000系列新品铺路 很可能会停产上一代旗舰5700 XT GPU 但AMD官方对此进行了否认 并发表声明称 我们将继续生产RX5700系列显卡 因为它提供了卓越的1440p游戏体验 而且根据最新的Steam硬件调查显示 AMD处理器已经获得了25%的市场份额 这对AMD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对于即将推出的Zen3芯片和RX6000系列显卡来说 如果能够实现高游戏性能的承诺 那么AMD在CPU和GPU的市场占有率中 将发生巨大转变 总的来说 虽然老黄的RTX310系显卡 在首发上出现了各种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性能方面 N卡依旧保持着无人能敌的场面 考虑到此前传闻称 RX6900的性能只会列接近RTX3080 甚至不会超过3070太多 更何况NVIDIA还将3070延后至RX6000系列 正式发布的第二天 显然老黄之日在等苏妈先出招 然后再后发之人 这样看来苏妈也太难了吧 不过目前老黄的307显卡一片难求 外加给它厂商的耍猴操作 以及惹怒了不少花果山上的玩家们 相信只要苏妈的性价比足够高 并且会人充足的话 那么肯定会吸引到不少玩家前来购买 如果苏妈再狠下心把气动搞一搞 等到那时候 谁输谁赢还说不准呢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提出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